今天我们来做电影《料理属王》里面的普罗旺斯会菜 我们也可以管它叫做法式第三星 配料全都是蔬菜 而且没有什么调味 回到味道的本身 所以它的酱汁非常重要 首先我们把烤过的彩椒去皮 切碎备用 然后切碎一个洋葱 少许橄榄油 加入洋葱和大蒜粒 加入一罐番茄罐豆 也可以是去皮的新鲜番茄 刚刚的彩椒 加水加盐煮5到10分钟 最后加入一把萝勒叶 用匀制机打碎 打到这种细腻的酱汁的状态 这个酱汁非常好吃 我偷吃了很多口 接下去我们就要来做它的主体部分 把准备好的食材全部片成片 越薄越好 也可以自己手切 也可以用切片器 找一个圆形烤盘 或者像这样的铸铁锅 我排列成你喜欢的形状 中间可以摆成这种花形 淋上出炸干油 以及一些百里香 戴上锡纸 放进已经预热好的烤箱 150度先烤个50分钟到一个小时 再去掉锡纸 复烤一下 最后出炉补一些盐和橄榄油 最后我们把它摆盘成 电影的样子 各种蔬菜的鲜味和风味 叠加在一起 一口下去超赞的